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link EMC 等大公司 本词应将主要分为三个章节 首先将介绍一下loadmanager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使用 然后会介绍一下loadmanager的未来规划 在我们深入了解Apaq POSA中 Boker的负载均衡细节之前 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下 Kafka负载均衡与POSA负载均衡的区别 分布式系统中有一个关键的挑战是负载均衡 因为需要把负载均匀地分配到集群中各个节点中 以避免某个节点过载 从而影响整个集群的性能 对于消息系统 我们可以根据topical的partition来进行负载均衡 在Kafka中 每个partition会有一个leader broker来进行生产和消费 而Follower则是拉取leader的数据进行同步 假如我们添加了一个新的Kafka broker节点 那我们还需要手动执行Kafka RealSign Partition这个脚本 进行rebalance 把partition搬运到空的节点中 或者Kafka有一些节点负载过高 那也需要执行这个脚本进行负载均衡 Kafka在broker端 无论是负载均衡还是扩容 都需要人工去干预 而且还可能出错 这无疑增大了运维成本 需要专人去维护 相比之下 Posa提供了一个自动的broker负载均衡 不需要管理员干预 Posa的架构将计算与存储分离 使得broker与topical的分配更加的灵活 Posabroker在19层保存数据 这使得Posa在broker之间可以做到topical的rebalance 不需要把消息从一个broker负责到另一个broker 要想理解load manager的原理 我们得从Posa是如何分配topical到broker说起 Posa是一个支持多住户管理的原源生消息平台 它内置了talent等概念 在Posa topical的命名中我们可以看到Posa的topical分为三层 分别是talent 然后是namespace和topical 同时还有个topical domain用来区分这个topical是否需要持久化 分别是persistent和nonpersistent 那么为什么要把topic name分为这么多层呢 我们可以把这三层放到一棵树中 我们可以看到Posa集群中会有很多的talent和住户 这个talent可以理解为公司中的不同部门 而namespace可以理解为部门中的不同项目 我们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部门 然后每个部门会有不同的namespace 在namespace下才是topical 如果一个消息中间键不支持住户的话 那可能得为每一个部门部署一套集群 那么这个维护成本可能会非常的高 那问题来了 为了支持这么庞大的topical规模 Posa是如何通过topical来找到boker呢 由于每个boker只服务于一个topical是非常低效的做法 boker需要同时服务于多个topical 对于这种多topical的所有权 在Posa中引入了一个概念叫做bundle bundle它代表一组topical的一个集合 相关topical在逻辑上分组为一个namespace 它在Posa中作为一个管理的单元 例如你可以设置一个namespace中所有主题的策略 也就是namespace级别的策略 而在namespace的内部 它被划分为一段一段的分片 即bundle 每个bundle都是分配的最小单元 Posa使用bundle来划分主题 这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原数据 下面我们将namespace bundle单独拿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bundle组成了一个环 而bundle就是一段段的区间 在图中有四个bundle 它们分别是0x0,0x4,0x4到0x8,0x8到0xc,0xc到0x0 而每个topical都会使用同一个hash函数进行hash 根据hash出来的值找到对应的bundle 比如说t0 hash出来的值就落在0xc到0x0这一段区间内 那么这个topical就属于这个bundle 上面的一节说到bundle是一组topical的集合 而bundle是分配到broker的最小单元 那么Posa是如何分配bundle到broker呢 这时候就要演出我们的主角loadmanager 在每个broker启动的时候都会启动一个组件 叫做loadmanager loadmanager会收集broker还有bundle的负载数据到主kabel中 同时broker内部会选出一个loadmanager的 leader进行负载的汇总和bundle的分配 当client发起lookup请求时 如果这个topical所属的bundle还没有被分配到broker中 那么这个loadmanager会根据broker的负载情况进行决策 选择一个负载最小或者说根据负载选择一个最佳的broker来分配 所需要分配的bundle 分配好bundle后会把bundle的ownership数据保存到jk中 如果client请求的节点不是loadmanager的一个leader 那么会进行一个请求的重定项 把请求重新发发送给leader 我们可以看到0x0到0x4被分配到了broker0中 t2和t5经过哈希之后 他们落到了这个区间内 所以t2和t5的生产和消费就会落到broker0中 当然这张图中我们只假设topical有只有一个分区 在多分区的情况下每个分区会被单独哈希到不同的bundle中 Postra的计算和层属分离的优势之一就是 Postra的broker可以是无状态的 而且可以根据动态的bundle所有权分配进行水平扩展 当broker过载时可以轻松的把更多的broker添加到集群中 然后会重新分配bundle的所有权 这里我们假设增加了一个broker4到Postra的集群中 我们发现所有的bundle已经分配到了对应的broker 已经没有bundle可以进行分配了 这时候loadmanager并会进行负载均衡 但是现在只有4个bundle 而一个bundle只能分配给一个broker 这个时候就需要bundle给split成多个bundle 这样才能把bundle分配到空闲的broker中 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bundle的split算法 bundle的split算法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bundle的range进行均分 可以看到上面这张图 通过range equally divide这个算法可以把bundle分成两个均等的小的bundle 但是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 左边的这个topical数量会多于右边这个topical的数量 那么这时候把这个数量多的bundle分配给一个broker时 就可能会导致这个broker的负载超过别的broker的负载 对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bundlesplit算法可以有效的解决这种问题 也就是根据topical的数量进行拆分 它会计算出能够均分topical的一个位置进行拆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loadmanager是如何选择一个bundle进行拆分的 之前我们讲到loadmanager上报broker的负载和bundle的负载到zoocable中 然后在bundle的split的时候 leadloadmanager会尝试从所有的bundle里面根据bundle的一个设置 也就是最大的topical数 最大的连接数 最大的消息数率 以及bundle最大的网络带框进行判断 找出一个split的bundle 假如说0x4到0x8为所需要split的bundle 并把这个bundle分成两个小的bundle 这时候bundle就能够被分配到空闲的broker中了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bundle已经被分配到了bundle中 同时t4也由bundle进行管理 当然如果t4连接有producer和consumer 那么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抖动 因为他们需要重新进行topicallookup 我们假设book4不需要了 我们直接把book4下线 这时候会发生两个事情 一是book4上面的bundle会进行unload 然后如果client对t4进行lookup loadmanager会进行一个bundle的分配 而loadmanager会根据分配策略选择一个最佳的节点 比如说这里分配到了broker二种 我们可以看到posa的broker 扩容和缩容都不需要人工去干预 而且会根据负载情况会自动去rebalance 这就给运维人员带来了极大的解放 说完了loadmanager的原理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配置loadmanager 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loadmanager中的比较常见的配置 首先如果要使用broker的负载均衡 我们需要把第一个参数设置为true 这个是默认时打开的 然后需要设置默认的namespace bundle的初始个数 这里可以根据broker的数量进行配置 默认可以设置为broker的数量的4到10倍 比如说4台broker就可以设置32个bundle 接下来可以根据需要开启bundle的自动unload 当bundleunload时 生产和消费可能会有短暂的波动 当然bundle的数量设置了越大 unload影响的topic数量也就越小 下面两个配置是用来设置bundle的split 我们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设置 比如说你们的业务中topical数量几乎不会再增加或者减少 这时可以把初始的bundle数量设置的大一些 以便于把bundle分配分散到集群中各个broker中 接下来的4个配置是用来开启自动bundlesplit的 当然当开启bundle自动split 在增加或者减少broker的情况下 load manager会去检查每个bundle 如果这个bundle的负载情况超过这里设置的最大topical数 最大连接数最大消息轨迹再或者最大的带宽数率 那么这个bundle就会被认为是可以被split的 而bundlesplit会根据默认设置的bundlesplit算法进行split 最后一个设置是用来限制namespace下bundle的最大个数 如果一个bundle的数量过大 会导致语言数据的准处压力过大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split算法 之前说过 Wing Equally Divide是把bundle平分 而不管这两个小的bundle里面的topical数是否平均 topical can't equally divide 则是尽可能把这个bundle的topical数进行平分 这里可以使用topical countequally divide算法来split 它可以根据每个bundle中不同那个topical数量进行平分 它可以使得bundle中topical数量更加的平均 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说AWS ECS的虚拟机 Posa无法自动识别出网口的速率 或者说识别出错 这时候需要手动去填写网口的最大速率 由于load manager使用网络负载来决定boker是否过载 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正确的识别网卡最大速率 或者说手动停写一个最大的速率 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loadshading strategy的设置 在Posa2.6.0之前overloadshading是唯一的loadshading策略 它会计算出每个broker的最大资源使用情况 并有一个预值进行比较 然后这个预值是默认为85% 当一个broker的最大资源达到预值时 它会触发bundle的unload 并把一部分的bundle给迁移到别的broker 但是这个策略会有一些缺陷 首先是这个预值是非常难确定的 它默认是85% 但对于一些性能较高的broker来说 最大的使用率很少达到85% 这就会导致broker与broker之间的流量不均衡 还有就是当重启Posa集群中大部分broker时 集群中的流量会流入其余的broker 重新启动的broker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流量 因为剩余的broker的最大使用率没有达到预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引入了一个新的loadshading strategy 叫做stresholdshader 这个策略首先会计算broker的平均使用率 然后将各个broker的资源使用率 与集群的平均使用率进行比较 如果大于平均使用率 加上一个预值 这会触发一个unload 这个策略可以保证 整体集群的负载上升的时候 更高的负载的那个 broker上面的一些bundle 会被unload到负载较低的一些bundle 你确保整个集群的负载的均衡 我们可以设置下面的那个参数进行配置 stresholdshader同时支持以下几个配置 第一是预值 它的范围是0到100 预值设置的越大 那么选中过载的broker也就越少 下面几个分别是 网络入口出口带宽的使用率的权重 CPU使用率的权重 对于内存和直接内存使用率的权重 该策略会倾向于使用权重较大的项 来作为资源的使用情况来计算 这里建议把内存权重调小一些 因为GM内存会不断变化 以内存作为资源使用情况 依据是不合理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bundle分配策略 在2.11.0引入了一个新的bundle分配策略 我们先说一下为什么要有这个新的策略 在2.11.0之前只有一个bundle的分配策略 它会根据broker的一段时间 最小的消息速率来选择broker 当我们使用Threshold Shader作为unload的策略时 如果一些topical的流量过大 那么topical所属的broker 负载也会很大 而unload的策略会unload这些 过载的broker中的一些bundle 到别的broker中 下一个broker也会因为这个 Threshold Shader中计算的平均资源使用率 而被再次unload 而且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 导致整个集群在频繁的unload 新的bundle分配策略会计算所有broker的平均负载 然后与broker的平均负载 再加上一个差异预值进行比较 如果broker平均负载 加上这个预值小于整个集群的平均负载 那么就加到候选的broker中 如果候选的broker多于一个 那么就会随机选中一个 使用这个bundle分配策略 再加上Threshold Shader unload策略可以有效的降低rebalance时间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未来的规划 首先我们将会计划 引入一个新的loadmanager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目前的loadmanager的实线 过多的依赖了JK 新的实线将所有的负载数据 都放到了System Topical中 同时计划引入一个bundle state channel 用于保存分配bundle到broker的一些数据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Posa社区中 找到PIP192阅读更多的设计细节 第二个规划是要减少client lookup的次数 在当前的实现中 会为每一个topical partition 都进行一次topical的lookup 然后目前有两种方案 一是发送一组topical到进行lookup 实现一次请求返回所有的lookup请求 二是直接对namespace进行lookup 返回所有的bundle的lookup结果 然后就是要增加更多的测试 以及完善更多的设计 如果大家对这些感兴趣 也欢迎大家加入Posa的slack channel 进行讨论和网上load manager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